小玲玩具 小玲 来吃东西了 有吃的 小玲 妈妈说了多少次了 在外面玩的回来 又先洗手 好麻烦呀 小玲 妈妈就知道会这样 所以你看 我也准备了什么 我要玩玩看看 好好啊 太美了吧 我要玩 谢谢妈妈 嗨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小玲带来了可以做肥皂的玩具套装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赶快开始吧 玩具都拆开了 我就是看到了这个化妆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买了它 这边可以放各种道具 比如说把这个这样放进去 这个地方呢就是待会我们做肥皂的地方了 这两个是做肥皂的无具 这个呢就是可以做小爱心的 哇 一个很可爱 这个呢是也是道具爱心跟蝴蝶 这两个是要跟这个配合着使用的 这个是戒指 这个眼影盘吧 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两个实在是太深得我心了 最后呢就是 三种颜色的肥皂原料 橘色 黄色 紫色 那现在就赶快开始 先来做爱心的 这 关起来之后呢 这个先放上去 因为这边距离不够 再把这个装上去 所以呢我们用刀 用手捏太多的话 它会变得很软 大概这样呢就可以了吧 这样每个洞都放了一个 然后把这个固定 固 使劲的药 出来了没 这个不简单呢 哇这个感觉 不是那么好用 我觉得要不然 不用这个了 我直接 在桌上 再捏一捏 压到这里 然后拿起来 怎么样 感觉这样形状更好 然后厚度也够 OK还行吧 千辛万苦 我终于做出了这么多 手工肥道 现在呢 就是要把它装进这些容器里面 这个太可爱了 转着 然后把它关进 这个的话更可爱了 这个里面呢 是有形状的蝴蝶呢 放在这里 这样呢三个都完成了 哇 虽然呢做的过程真的不轻松 不过成品还是很不错的 你看 超可爱 还很有实用性哦 可以随身携带 那现在赶快去 学生吧 嘿嘿嘿嘿 那现在就赶紧跟着小林 一起来学习 洗手的方法吧 好 先呢要把手打湿 然后呢 打出我们刚刚做好的肥皂 呜 用肥皂呢 已经制造出了充分的 耗朵 好 首先呢 第一步 手心相像 揉搓 第二步 持足 紧控 揉搓 第三步 手心 手背相像 揉搓 第四步 手指相扣 揉搓 第五步 揉搓大拇指 第六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呢 是手指头 朝手心 揉搓 所有的步骤都完成之后呢 就可以洗掉肥皂了 好了 今天呢 小林就用这套玩具呢 一起来制作了手工肥皂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呢 虽然呢 制作的过程有点艰辛 但是我觉得成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大家一定要跟随这小林的六步行手法 一起赶紧洗手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